欢迎来到成心迪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力热巴走哪无哪是故作高贵姿态 戏巴原因让人羞愧难当 迪力热巴可以称得上市继冰冰之后 新一任的红毯女王 从最初的青涩懵懂 到如今的气场全开 离不开热巴的努力与付出 现在迪力热巴只要走红毯必有出圈神图 每次热巴的红毯造型都大杀四方 自带放光体的出圈神器 还是那句话迪力热巴红毯的神 每张红毯照都做壁纸 每张都觉得好漂亮 红毯照给人感觉太美 每次讲她颜值 我都会想起妖猫传里的杨贵妃 平时在走红毯的时候 被网友看到她的姿态有点扭捏 一些网友们表示她的这些行为举止太过于做作了 说迪力热巴走哪无哪是故作高贵姿态 其实迪力热巴并不是做作 她之所以扭捏是有原因的 走红毯本来救人多 摄影师 战解各种摄像机狂轰乱炸 会心里紧张可以释放压力舒缓心情 并且胸前微点头 是传统的维吾尔族礼仪 大家都误会她了 所以这让热巴有点羞愧难当 大家都觉得明星们走红毯是多么的光鲜亮丽 其实背后还是挺不容易的 走红毯之前好几天就得练习体态方面的问题 注意控制饮食和身体线条 并且很多红毯的衣服都是和品牌方合作的 大牌衣服分为成衣和秀款 明星穿的一般都是秀款 就是这个穿完 那个还得穿 很多是不合身的 有的会有些许暴露 这些衣服稍有不注意就会不小心走光 刘涛在走红毯时就发生过一次衣服滑落事件 所以热巴可能比较注意这一点 会在活动中会抬手挡在胸口 也是因为她私下比较保守 平时私下不会穿暴露的衣服 所以走红毯难免不舒服 大家对比一下生活照就可以 迪丽热巴每次的红毯造型都让人惊喜 每个风格都驾驭得特别好 比如玫瑰公主这场 真的太令人心动了 迪丽热巴仿佛就是迪士尼在逃公主 还有米兰时装周这次也是出圈明场面了 特别是回眸一笑 我的魂都被姐姐勾走了 GQ圣典上的她又像一位花仙子一样 姐姐的每一步都走在了我的心巴上 连风都在偏爱的美人 看她几年前的红毯造型 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有一种蒙蒙懂懂灵动活泼的可爱的感觉 但是现在更有种生人物尽的气场 经历这么多 才能得到一个全新的迪丽热巴 一个更加值得喜爱 千锤百炼而成刚的迪丽热巴 说实话迪丽热巴真的就红毯最美了 电视剧感觉一般 迪丽热巴红毯就没输过 女星合照她也没赢 不过所以这好看只能是独美吗 肖战被曝和李沁发生恋情关系 参与的时尚先生也出了一点状况 肖战想必大家都认识吧 自从何王一博饰演陈情令之后 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 不过由于粉丝在网络上的一些做法 导致肖战跌入了事业的缓慢期 肖战现在的状况也不是坏事 对于肖战来说 反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钱对于肖战来说 已经够了 能够休息其实是好的状况 肖战作为流量小生 那么他的情感肯定是备受关注的 近日有人爆料肖战和李沁正在谈恋爱的事情 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这个阶段的肖战对于流言蜚语 还是少一点为好 假如这个时候又惹出什么事情 那对于肖战的状况来说也是不太好的 不过要是肖战和李沁两个人真的有什么事情 那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也不必参与 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表面 肖战和李沁在一起了 也只有之前的几件事情吧 比如在肖战的电视剧中 肖战和李沁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比如电视剧狼殿下斗破苍穹于庆年 和朱仙里面的情节 怎么说呢 戏里戏外肖战和李沁都是很要好的感觉 甚至有人爆料李沁为了肖战饰演朱仙 很多时候还会凑着肖战 还有在电视剧狼殿下里面 明明主角是王大陆 可最后李沁和肖战的报道却很多 最近还有人爆料李沁 早在2018年就和肖战在一起了 怎么说呢 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 肖战的很多陈年往事都被翻了出来 成为了热搜 还有更夸张的事情对于肖战 而且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吧 李沁和肖战穿同一款的红色喜服也被人爆料了 最近肖战在拍时尚先生的时候遇见了一些小问题吧 时尚先生在官网上删除了一条文字 而关键就是这条文字 据说已经被看了八百多万了 那到底什么情况呢 原来时尚先生在个人的网站上发表了文字 暗中给人的感觉就透露香港和台湾的事情 这下子就给人拿到了把柄 本来肖战可以在时尚先生 表现一下了 为自己的道路更进一步 而且还要许许多多的粉丝 在官网下评论留言 支持肖战 当然也有一些人表示时尚先生的形象 他们认为肖战在时尚先生上穿的服装有点不搭配 可能现在的人都喜欢指指点点吧 最后祝愿肖战一路顺风吧 大家欲望也少一点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